今天是3月19號星期二 現在時間是早上8點30分 祝福大家 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那昨天晚上的美股 表現還不錯 尤其是個股的部分 美股各股部分表現更好 當然說在這幾天的重點 還是揮打的GTC大會 還是揮打的GTC大會嘛 好 那當然說 大家最想問的就是說揮打的GTC大會 到底什麼股票會受惠 等一下我再告訴大家 那還有就是說 揮打的GTC大會 它算是說大概 會有3到4天左右 足足是開了3到4天 那昨天釋出來最新的消息 就是Blackwell Blackwell它其實就是說 在去年就有稍微釋放出 一點訊息的 超級頂規的晶片 因為大家現在知道說 現在揮打最頂級的晶片 算是H100 那H100再上去 去年的傳聞是 會有一款叫做 Blackwell的晶片出來 結果昨天真的就發佈出來了 那這一款新的 頂級的晶片出來 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說 這款Blackwell它主要的應用層面 它是在輔助B100跟B200系列的晶片 那B100跟B200系列的晶片 大家要知道 揮打會推B100跟B200 主要的目的 它就是要下放到 MVPC還有手機 因為B100跟B200 因為說它的應用層面不一樣 像是如果說H100 H100因為說它的層級非常高 所以它主要是應用在AI伺服器 大型的處理中心 但是B100跟B200 它的規格沒有到這麼頂級 它主要就是 要下放到消費性電池上 手機 PC 跟一些穿戴型的裝置 所以你去想 Blackwell它主要就是 跟B100跟B200去做結合 搭配輔助使用 去把它的效能再往上提升 那B100跟B200 它又是要下放到 消費性電池的頂級晶片 那是不是現在的AI 已經開始擴散到 所謂的應用層面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其實AI就是剛剛開始而已 甚至可以說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才能陸續真正的感受到 AI的威力 所以你去看AI 揮打發表這款晶片 你就會知道 接下來AI受惠族群 受惠股票真的會非常多 所以我帶大家看一下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以目前每天 每天會隨時幫大家更新說 揮打釋出什麼新的晶片 有哪些受惠的族群 那以昨天第一天的狀況來看 是釋出最重磅級的更新 Blackwell 那Blackwell會最直接帶動到的 當然就是消費性電子 是吧 所以在今天或是說明天 我們可以先留意的 就是消費性電子族群 那也剛好符合我們在本週日所講的 所以關於這部分 揮打每天的一些新產品新消息 對應到的族群跟個股 Light裡面都有 大家記得先加入去看 小老鼠W178 或拿起手機直接掃描 也可以加入 現在的QR Code 好那我們回到大盤 回到大盤就像我講的 AI的應用一定沒問題 我們現在只是說 操作面上 什麼股票它受惠程度會最大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 整體的美股 昨天晚上的美股 稍微看一下就好 道雄指數 持續的高檔橫盤整理 表現算是還不錯 那包含像是 S&P500 表現還可以 包含像Nasduck Nasduck昨天也是 小幅度的跳空開高 小幅震盪 這些都叫做高檔震盪 包含費半也是 跳空開高 小幅度的震盪 那其實昨天以美股來講 個股的表現是比較好 包含說Tesla 包含像是安某 還有像是輝達 其實表現都還算是不錯 都有機會去留意到 那你看喔 台股 有沒有 昨天台股 大漲了197點 這不就像我們 上禮拜所講的嗎 你去看喔 我切成交量給大家看 如果說以成交量來看的話 你看 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多少人告訴你 爆量 爆量 開高 開低走低 收最低 上禮拜五的線圖 看起來真的是要反轉 爆量 開高走低 收最低 怎麼昨天馬上就大漲200點 馬上這樣漲上去 甚至還會有人說 這個怎麼價量背離 上禮拜五大跌 爆量 昨天大漲 卻是亮縮 怎麼回事 其實就像我講的嘛 外行人才會這麼講 因為上禮拜五叫做 負時指數結算 最後一盤就最後五分鐘 爆出了1059億的大量 那這個大量它都叫做 被動式的買盤 一些基金 一些ETF 它要跟著負時指數下去 做調整而已 所以這根本 就不能算是它的賣壓 所以實際上上禮拜五 扣除掉最後一盤 也不過就是4000億而已 怎麼會有爆量的問題 怎麼會有價量背離的問題 是不是 其實昨天不就漲回來了嗎 200點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有一些細節 一定要特別去留意到 這就是專業啊 怎麼會有人說 上禮拜五是爆量 怎麼會有人說 上禮拜五是收最低 它是最後一盤壓下來 才收最低 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收最低 那我們在上禮拜 也一直跟大家強調 上禮拜五的美股是四五日 那在四五日前的下跌 這是好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大家有在做期貨 你一定知道嘛 假設說你要去轉倉 期貨合約到了 你要去轉倉 那你是看好 之後的行情 你會希望怎麼樣 如果你要去轉倉 你當然是希望逢低去佈局啊 是不是 你說明天要結算 那今天我要轉倉 我希望怎麼樣 我當然希望指數壓下來啊 所以美股也是啊 美股四五日就等於是我們的結算 那四五日前的下跌 就代表多數的市場 它是看好後市的行情 壓指數 逢低去吃貨 是不是 真的跟我們講的一模一樣 昨天大漲200點 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說 行情絕對是沒問題啦 只是說回歸到操作面上 大家要去想 這禮賣真的是一堆股票 都會受惠到AI 包含揮達 昨天釋出的最新晶片 Blackwell 那接下來又會再釋出 陸陸續續會釋出更多的晶片 那到底什麼族群會受惠到 其實我跟大家講 你說揮達這一款晶片 到底什麼樣的股票會受惠到 答案就是台廠中的所有電子股 真的就是所有電子股 因為你去想嘛 揮達推出這麼多晶片 代表說AI整個趨勢是非常好 AI整個趨勢非常好 上到IP系制裁 下到消費性電子的應用 哪一環節不是跟AI有關 一定是嘛 你說AI發展要好 它需要上有的系制裁 創意 世心 智源 這些都是 那上有的系制裁 它要設計什麼 設計台積電的COAS 設計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所以台積電本人 台積電本人就會被受惠到 那台積電本人受惠到之後 台積電COAS的供應鏈 星雲萬潤紅樹 一樣會受惠 那台積電除了COAS以外的設備廠 加登 漢堂帆軒 也會受惠到啊 那 揮打推出這麼高規格的晶片 什麼東西要跟上 它的散熱嘛 因為它的功耗高達了1000瓦 散熱一定要跟上 散熱跟上 雙鴻齊鴻建準 立志建設 機殼的成名店 秦城 銀邦 全部都會連帶受惠 好那 散熱受惠到之後 它的成品 伺服器會不會受惠到 伺服器裡面的PCB PCB裡面的銅箔基板 全部都受惠到 那一直到最終端最終端的應用 消費性電子 聯發科 華通 美律 原相 鴻海 是不是整串供應鏈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說 揮打推出的晶片 到底誰受惠 答案就是所有的電子股 從上游到下游 哪一檔不是跟AI有關 全部都是跟AI有關啊 所以 受惠程度我可以告訴大家 每一檔電子股都會受惠到 只是說回歸到操作面 哪一檔它的位階最低 空間最大 就像我講的 很簡單嘛 既然說所有電子股都會受惠到 那我們回歸到操作面 我們就是要賺最多 買哪一檔可以賺最多 當然就是 它的位階最低 空間又最大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你去看喔 因為2024年是由 2024年 是成長型的多頭 成長型的多頭 漲勢就是由企業獲利所帶動 所以股價的動能 就是預估獲利上修 或是本益比平價的上修 所以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台股目前的位階大約在 2萬點上下的位階大約在 本益比是22倍左右 那我們只要去買本益比 在15倍以下的個股 就相當於說我們是在台股 1萬5千點的位置在買股票 那就是用這樣的評價 法人的個股評價 我跟你講不論說外資投信 自營商大戶主力中石戶 全部都是用這一套評價 股價說法人或外資 怎麼去看股價的高低 股價貴還是便宜 本益比乘以未來 未來的預估獲利 只要本益比 或是未來預估獲利 其中一項往上修 股價空間自然就會變大 一定都是用這一套 我之前在開發金當交易員 也是一樣 都是用這一套的評價方式 那比的是什麼 比的就是誰能夠取得到未來的財報 是不是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你說那你懂我這個邏輯嗎 揮打推出新晶片 所有電子股都受惠 那回歸到操作面 我們要買誰 當然就是位階最低的 風險最低空間又最大 所以你看 我直接帶大家來看 你看 這裡 2317的紅海 這不就很標準嗎 是不是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回歸到操作面上 我們要買 就是去買位階最低的 位階最低的 風險低 利潤又大 這不就是大家要的嗎 風險低 利潤空間又夠大 有沒有 2317的紅海 我們從上禮拜一 這一根 就這一根長紅K 上禮拜一早上8點半 同一時間 跟大家去做預告 2317的紅海 當時第一根上來 全世界都是 視若無睹 假裝紅海沒有漲 當時我告訴大家說 紅海他這次會是來真的 因為紅海的位階低 本益比切到AI 又會再上修 因為紅海在2024 預估要賺10到11 預估賺10到11 100多的股價 他的本益比只有11倍 只有11倍 本益比就相當於說 他還在台股1萬點的位置 在1萬點的位置 怎麼不會漲 是不是 講完隔一天大漲8% 震盪一下 上禮拜有亮燈漲停 昨天繼續創高 137塊錢 一路往上漲 30%囉 紅海這樣漲 已經足足高達了30% 你去想 這不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穩定又大賺最好的證明嗎 紅海穩不穩定 穩到爆 是不是 但是他在上禮拜足足漲了30%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穩定 同時又能夠大賺 就是低位階的股票 紅海就是最好的證明 好 我們再繼續來看 包含像昨天的消費性電子 我們 一直跟大家預告的 滑通 有沒有 過年期間送給大家的 同時也是一路幫大家追蹤 2313的滑通 以滑通來講 70塊上下本益比 只有10到11倍 只有10到11倍 當時在這個位置 就一直跟大家預告 一路漲到昨天 昨天大漲半跟漲停板 只是說滑通的股性不好 我一直在強調 滑通的股性不好 如果說要操作滑通 盡量就是用 拉回來去佈局的方式 有沒有 拉回佈局 拉回佈局 全部都是大賺 因為你去看滑通的股性 他股性真的就是 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個性不好 一根長紅K 跌下來 一根長紅K 跌下來 一根長紅K 那 當大家覺得 他又會跌下來 很有可能這次就直接上去了 所以這部分可以去做留意 2313的滑通 這也是很好證明 位階低 利潤自然就大 還有你看 3596的致益 有沒有 我們前一周跟大家預告 5388中壘漲上來之後 漲上來之後 漲上來之後 不用去追中壘 3596的致益 他位階相對也低 昨天創歷史新高197塊錢 197塊錢是創歷史新高 這裡預告 往上拉 還有 1504的東元 有沒有 整個重店族群 昨天東元 大漲了半根漲停半 最後來到53.2 這個位置預告 一路這樣漲上來 當時我們跟大家預告 股價大概還不到50 股價還不到50塊 4849這裡 一路漲 是吧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現在機會很多 那你說指數在2萬點 怎麼買才能既穩定 我們又賺得多 當然就是 本益比位階越低越好 所以你看 為什麼我們在上禮拜 很多人說 重店族群 好像說政策概念股 受惠程度很大 華城中興店亞利大同 這些股票哪一檔可以買 當時就跟大家講 東元 是不是 一路這樣漲上來 就是說這個邏輯是這樣 我也知道華城已經大漲了 但是叫你去買600多塊的華城 你敢買嗎 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說我們去買 外界又在更低的東元 昨天大漲起來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揮打在這幾天 會陸續推出新的晶片 新晶片出來 什麼族群受惠 台股整串的電子股都會受惠 回歸到操作面 我們怎麼去選 當然就是選外界最低的 風險低 而且利潤又大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你說這個時間點 不知道買哪些股票 你想穩定又想大賺 打電話進來準沒錯 或直接私訊我們右下角的 QR Code 小老鼠W178 W178 下半段一樣告訴大家 在今天有什麼個股 可以去做留意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期貨市下跌了150多點 150多點左右 大家也不用緊張 說150多點怎麼跌這麼多 預計說今天盤面 主要的跌點是會由台積電所帶出來 因為說台積電畢竟說 短線上急漲很多 近期都是在高檔去做震盪去做修正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近期主要的跌點都是在台積電身上 反而中小型股相對就強 預計今天的狀況也是一樣 台積電的跌幅可能會 比較重一點點 但是中小型股就買花齊放 你說如果台積電點能不能買 就像我講的 你買台積電你就不要去怕套牢 你要做短線就不要買台積電 你要買台積電就至少放半年以上 買台積電沒有人在怕套牢的 買了你就是放半年 不要去看它半年後再來看 你如果沒辦法接受 那你就不要買台積電 就這麼簡單 因為台積電看得滿 就是它一個比較大的成長性 回歸到操作面上就像我講的 很多人說 GTC概念股 GTC概念股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GTC概念股 揮打的GTC大會 它所帶出來的是整個AI的發展 整個AI的發展 帶出來就是台股整串的電子股 哪有什麼GTC概念股 就是整串的電子股 從上游到下游 所以回歸到操作面我們一樣 整串電子股裡面去挑位階最低 甚至是有939跟940 買盤加持的這些股票 它空間就會很大 來我們直接看 所以如果說你不知道要買什麼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的Lite 就像我講的 我們在上禮拜五有買兩檔 兩檔00940裡面的成分股 那這兩檔因為說它的位階低 所以預計說除了會有940的 被動式買盤以外 還會有外部的主動式買盤 進場去買 那你去想嘛 主動加被動 怎麼不會漲 我們再來看 現在的期貨是跌了137點 還可以接受就是高檔附近稍微震盪 其實在2萬點上下 小幅震盪這些都是合理 不用太擔心 我們看一下 台積電 台積電就像我講的 這個位置 拉回來一定可以去買進 但是你買台積電 你就不要做什麼短線操作 買台積電你就放半年 台積電沒問題 再來 包含像是位階低的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位階低的包含像是網通族群 3596自1 那自1你說還能不能賣 因為他創歷史新高了嘛 就看 以目前的線圖來看 他最好的買點已經過了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要去賺的是週K 既然是賺週K 要買就買在週K 還沒有突破以前的高檔橫盤整理區間 那當週K向上突破就不要追了 我們去找下一檔 追這個沒意義 這裡 週K突破就不用追 可以續爆 這種都是剛起漲而已 但是不用去追 智翼 好 那你說智翼的買點過了 可以續爆的話 包含像是6285的起雞 6285的起雞 他同樣是做網通 他的週線就會比較漂亮一點 起雞跟智翼沒有哪一檔比較好 就是哪一檔先漲而已 那智翼先漲上來 起雞就可以去做留意 有沒有高檔橫盤整理 週線即將向上轉強 這種就是零界點 由區間震盪 準備向上突破 這種就是 標準的進可攻退可守 頂多頂多跌破週K格局 月線停順 沒有跌下來 我們就是賺上面的突破 就這麼簡單 再來還有包含像是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2009的友達 有沒有 面板報價指紋 群創跟友達 股價也預計會指紋 但是我不會去買群創跟友達 我會把它當指標來看 但是我不會去買 因為群創跟友達在2024年 今年預計還是虧損 頂多是虧損幅度縮小 所以我不會去買 但是我會去注意後段的 3034的聯勇 有沒有 昨天還特別提醒一下 跳空大漲 3034的聯勇 4961的天域 昨天創高 3592的瑞頂 這些都叫做面板的驅動IC 有沒有 相對都是強勢 面板我不會去買 我會去看面板驅動IC 還有面板驅動IC 後段的面板驅動IC的封測 昨天再創高 夠不夠漂亮 昨天繼續再創高 最高來到49塊錢 我們在這個位置預告的 當時我們預告的價格 大概42塊錢左右而已 在這裡 一路往上漲 好 那南茂漲漲上去之後 南茂一定就不要追了 你去看 周K格局非常漂亮 我們買在這裡 買在這個位置 買在這裡 一定是可以續爆 但是你如果空手要去切入 就不建議 那以空手者來講 包含像是 815年南茂那跟 6147的齊邦 齊邦就算是說 還沒有正式向上去突破 這個位置 就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整個面板 這個供應鏈來講 目前齊邦算是位階比較低一點 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消費性電子 更不用講了 滑通有沒有 最標準的消費性電子 周K格局來講 他是向上突破了 那滑通要買的話 就是以拉回來才買進為主 因為畢竟說他的股性不好 那消費性電子 除了說滑通以外 還有包含像是 美律也是 這種高檔橫盤整理 都早晚要突破 還有我們一直強調的 4938的合索 比較小看合索喔 合索昨天繼續再創高 91塊錢 我們在85塊上下 就一路預告 有沒有一路漲 昨天再創高91塊錢 除了說合索以外 聯發客也要去做留意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聯發客他是消費性電子 在經理預估要賺58到60 58到60現在本益比不到20倍 加上他有929 939 940的綜合買盤 你覺得他會不會創高 所以把握機會 你說 在這個時間點 你想穩定又想大賺 找我準沒錯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Light 今天帶你買新股票 謝謝大家 然後739 摩訊 我們討論 我們討論